他是个亿万富豪 此刻却得了绝症 准备做开颅手术 奇怪的是 却连一个来看他的人都没有 他很生气 但医院偏偏安排了一个穷人 跟他住在一起 很明显 他瞧不起他 富人一脸的不屑 因为这整个医院都是他开的 他们不知道 正是这样的安排 将会让他们收获人生最美的风景 穷人名叫卡特 是名修车工人 他博学多才 但此刻却得了癌症 富豪名叫科尔 一生家产万贯 娶过四个老婆 可是生病了 却门前冷清 他虚荣心爆棚 总喜欢把吃的摆满一桌 然后得意的冲卡特炫耀 可是化疗却让他在夜里吐得死去活来 卡特躺在床上朝他暗访 但很快 两个人就成了这样 科尔被医生告知 他可能只剩六个月的时间 而卡特才还剩一年 在死亡面前 所有人都别无选择 卡特在死亡通知没下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一份医院清单 写上了自己有生之年 想要完成的几个愿望 亲眼目睹神迹 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 笑到流泪 他一次跑车 可是 等到被告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 他还是失望地把他撕掉 科尔从助理手中 要过来那被揉成团的纸张 他问卡特这是什么 卡特解释 这是他在临终前想要完成的愿望 科尔对此很感兴趣 他拿着卡特的清单 又在上面添上了自己想要完成的几个愿望 跳伞 纹身 狩猎一头狮子 还有 千万世上最美的姑娘 他直言自己很有钱 他们现在需要的 就是过好生命最后的时光 卡特决心同科尔一起 完成那看起来不怎么靠谱的医院清单 他同妻子告别 这一刻 这个为家牺牲了45年的老人 想为自己活一次 妻子却大骂他是个自欺欺人的傻子 他不能理解 卡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放弃他和孩子 可是 尽管上面的愿望 听起来大多都不可思议 但这样一场周游世界的旅行 还是开始了 在万米高空 两个得了癌症的老头 准备一起跳伞 下一秒就被推了下去 科尔尽情地大喊 可是卡特却一秒都不想多呆了 他想赶紧落地 还没到降落的指定区域 他就拉开了降落伞 相反 科尔却迟迟不拉开绳子 把身后一起跳伞的教练 急得破口大骂 之后 他们一起去纹身 科尔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头 他觉得人活着 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死去 所以 他邀请卡特一起去爽一把 爽个什么鬼 卡特可是个老实人 但这玩意儿确实有点爽 是他一直都想买的那辆车 两人一起赛车 车子飞驰而过 所有的烦恼和生活中的琐碎 都被抛在脑后 卡特率先冲破终点 这次赛车也彻底打开了卡特的心扉 不过事实证明 连死前也不是每一个愿望都要实现 科尔放弃了狩猎一只狮子的愿望 但他还是想放几个空枪一次一下 一枪就够了 在金字塔前 科尔赞叹这是个神迹 可是卡特心中还有另一个神迹 他们谈起古埃及人对生死的观念 卡特说 人死后能否上天堂 取决于两个问题 一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过快乐 科尔虽然迟疑 但还是回答说 有 可卡特又问道 二 你一生中有没有给他人带去过快乐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难住了科尔 他同卡特讲起自己的女儿 离婚后 他努力想维持的妇女关系 也成了逢年过节的客套拜访 而当得知女儿遭遇家暴 科尔则直接找人 把那个男人打了个半死 也因为这事 女儿对他怀恨在心 可科尔并不后悔 因为这是一个父亲表达爱的方式 下一站 他们决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这个亿万富豪临死前想要放纵一把 为此还拐跑了自己同病房的病友 他们从万米高空一跃而下 台车驶过非洲大草原 在长城上飙摩托车 在金字塔上探讨人生 在太极灵前计划自己的葬礼 医院清单上的愿望 一个又一个被达成 最后他们来到雪山 这里是清单上的第一个愿望 亲眼目睹神迹 而珠穆朗玛峰 就是在卡特心中向往的神迹 可是助理却带来了两个不幸的消息 由于暴雪封山 他们没办法登上去了 一个更坏的消息是 下次登山要等到明年春天 卡特故作轻松的说 那就下次吧 科尔也应和他说 好 可是两个人都很清楚 哪有什么下次 满心遗憾的卡特在吧台前 和调酒师讲述珠穆朗玛峰 这时 一个姑娘却突然坐在他旁边 他直言自己去过 姑娘给卡特描述他登顶后的景象 卡特听得入神 那一刻 仿佛雪山就在眼前 两人相谈甚欢 而此时姑娘却说 这么明显的暗示 卡特迟疑了一下 却还是拒绝了 原来在很早之前 克尔就接到了卡特妻子的电话 请求克尔把丈夫还给他 克尔也明白 卡特和自己不一样 他还有家人 自己这样带走他很是自私 所以克尔精心安排这场相遇 也让卡特决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归家庭 可是临分别前 他也想帮克尔完成一个遗愿 助理驱车来到克尔女儿的家门前 但这一行为却惹怒了克尔 他很抵触去接近女儿 或者说他更放不下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 难道要给女儿说自己快死了 来获取他的同情吗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卡特回到家 同家人一起围坐在一起 气氛热闹又安详 克尔一个人 他耐不住性子去撕开食物的包装 只能暴躁地一下又一下地锤打他 看着万家的灯火痛哭着 两个人再一次相见 现在卡特的病床前 是癌细胞转移到了他的大脑 而手术的成功率非常低 会有奇迹吗 手术前 卡特交给克尔一张纸条 让他读出来 是克尔喜欢的卢瓦克咖啡 也就是猫屎咖啡的来源 这种咖啡被猫吃进肚子里 再排出来 由此得名 两个人大笑 笑到停不下来 卡特要来一支笔 划去了医院清单的第三条 大笑到流泪 他把清单交给克尔 嘱咐他说 卡特最终没能停过去 他在最后留给克尔一封信 对两个人的不欢而散 感到抱歉 也感激克尔所做的一切 在信的最后 卡特请求克尔替他做一件事 去寻找生命中的快乐 之后 克尔来到女儿的住处 妇女二人也达成了默契 一致和解 这时 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 是他的孙女 克尔拥抱亲吻他 为此 他又完成了一个愿望 亲吻世界上最美的姑娘 在卡特的葬礼上 克尔致辞 同时化掉了 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的心愿 以此感念同卡特的相遇 他坦言 虽然相处时间短暂 但彼此都为对方带去了快乐 最后 卡特埋在了一起 助理拿出那张遗愿清单 化掉了他们的第一个愿望 亲眼目睹神迹 那年 因为暴雪 两人没能看到山顶的风景 但终于在两人死后 他们的愿望达成 我们这一生 或许没有许多辉煌灿烂 但每个人临死前 都貌似会留下遗憾 那不妨在有生之年 放慢我们的脚步 其实 真正值得我们珍惜和感念的 就在我们身边